文綺姐怎麼看民進黨這次無意農輸了 結果他們抓戰犯說要開除你以前的同事 黃世堅跟高嘉瑜 我覺得這當然是民進黨內的家務事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的高層應該去體會民意 那麼為什麼王世堅或高嘉瑜 他們的呼聲他們的訴求得到比較多的民眾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也因此來檢視一下 民進黨是不是真的能夠改革跟反省 因為昨天這個新竹棒球場的數字 好像是有一點點問題嗎 您怎麼看 是這樣 我是引用媒體報導 由新竹市政府提供給媒體的數字 那新竹市政府當時提供給媒體 媒體也報導的確實是已經領了11億7千換 97.5% 那我根據這個部分 以我所知的工程的知識而言 非常清楚如果在沒有驗收之前 就給付了97.5% 那不管任何工程合約 採購計約 這都是違法的 這要立刻把這個主管機關 誰承辦的 誰最後授權蓋章的 這都一定要法辦 這非常清楚的喔 在最後的查驗 驗收還沒完成之前 至少要保留10% 以及末期計價款 這是最起碼的 那當然我昨天是這麼講 那我引用的數字是根據媒體報導 那新竹市政府提供的數字 那當然這個數字如果今天新竹市政府 有重新更正了 他們也提出抱歉 那當然我向非1450 非網軍 非名嘴的社會大眾致歉 因為我是聽媒體報導 那而且提供數字的又是新竹市政府 那如果連我們政府提供的數字 媒體都報導了 這樣的數字也不能引用的話 那乾脆就什麼事都不要評論了 所以我是基於這一點 我才會說那林志堅 他竟然還跳出來說這個他監工 那你監工之下你怎麼讓 還沒驗收的工程 就已經去支付了97.5%的工程款 那這當然我說那這個嚴重的違法 這當然要查辦啊 那當然他們查辦這件事情 有啦 從去年7月還沒驗收 就已經減採 而且開放來打球 所以導致林哲軒受傷 到現在已經半年的時間 那還在驗收 所以這樣的驗收效率是很低的啦 但是有一項效率很高 我昨天一講錯 那所有的1450網軍 側翼名嘴都暴動 也一堆電話淹沒我的服務處 跟我的研究室 然後今天早上也趕快 又一篇他們新竹市的黨部 效率很快 這個要開除王世堅黨籍 這個效率是真的很高 我們佩服他們啦 對那些惡劣的搬走 極可能是搬走社會大眾前的 是惡搞 用廢土惡搞新竹球場的人 那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還要驗收半年 對 提出評論 我引用的數字 我還是引用新竹市政府 跟媒體報導所講的數字 這個數字不是我瞎編的嘛 這是他們 他們 報的數字 好 那現在 好 現在數字 它新竹市政府更改啦 更改 是領多少 領9億5千4百萬 是88.345% 跟你最多不能超過90% 是差不到2% 即便97.5%跟88.34% 欸 50步效100步就對了 你說我97%沒有啦 我沒有付那麼多啦 我付88%而已 那樣子的工程品質 我們可以請建築施工會 土木技師工會 結構技師工會 建山工會 土木營造工會 他們 大家各工會 可以來光憑這些照片 書面資料 他們就可以講出 這是怎麼一回事嘛 不是嗎 不要睜眼說瞎話 有 我王世堅 如果我引用媒體的數字 是錯誤的 那我願意向社會大眾 說抱歉 因為新竹市政府提供的數字 是有誤差的 但是 我要道歉說明的對象 是非1450 非網軍 非名嘴 非側翼的社會大眾 這些側翼 網軍名嘴1450 沒有資格 要黃世堅道歉嘛 他們沒有資格 要我道歉啦 他們 我希望 他們能夠反然醒悟 你的焦點 注意力 精神 應該針對 是誰 是誰 二搞這些工程 是誰搬走 我們社會大眾的血汗錢 是要針對這一些去 你怎麼針對 哪一個字 講錯啦 哪一個數字 而且這個數字 不是王世堅瞎掰的 這個數字是媒體報導 媒體引述新竹市政府 發表的數字 不是 我王世堅去瞎掰他97.5 那 他講的這個數字之下 又加上 他 本人 跳出來說 他從頭到尾都參與監工 我才會說 這樣子的監工 這叫烏龍監工啦 這叫草包啦 新竹市黨部喊話要開除你 你怎麼看 對啦 我 那就 他們就去辦嘛 他那麼有效率 他趕快去 去辦 我絕對不抗辯就對了 我絕對不抗辯 我跟您之間道歉嗎 我跟您之間道歉 我再一次講 這個數字 是 新竹市政府 提供給媒體報導出來的數字 那 我聽了當然會憤怒啊 那即便 不是97.5那麼多 現在也負了88.34不是嗎 這個數字 以現在的品質 跟現在不能啟用而言 一樣的嚴重嘛 不是嗎